香港是一个充满现代化的城市 这里有着车水马龙的街道 高耸入林的大厦 和川流不息的人群 同时这里也有着很多过去的记忆 他们中的不少 依旧经常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赤柱是香港的一处著名旅游景点 根据香港的旅游指南 我们来到了这个远近闻名的赤柱 站在观景台上向下观望 一栋古典设计风格的建筑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中 它跟周围的现代建筑风格迥然不同 俨然是一座古建筑的模样 它的名字叫美丽楼 我们无意中在柱子上发现了很多痕迹明显的缺口 有的墙面上还依稀可以看到模糊不清的数字 难道这些缺口和数字蕴藏着什么秘密 通过查阅资料 我们了解到 美丽楼建成于1846年 原本用来做英军军官宿舍 清华战争时期 香港被日本占领 美丽楼又变成了日军的宪兵总部 这一时期 大量的革命英豪都葬身在此 给香港市民留下了惨痛的记忆 七八十年代 香港经济腾飞 土地供应紧张 美丽楼地处香港中心地带 商业价值巨大 加上美丽楼曾经背负过的恐怖记忆 使得它无法在原地重新利用 美丽楼陷入了一个 不得不拆的尴尬境地 于是香港政府决定拆掉美丽楼 但由于美丽楼的特殊价值 并没有对美丽楼进行毁灭性的拆除 而是将石块进行编号 一一卸下来 封存 等待时机重建 所以我们在如今的美丽楼上 看到的那些缺口和编号 应该就是拆装的时候 留下来的痕迹 我们对于美丽楼这种 将古建筑拆卸 封存 重建的理念 十分感兴趣 也许我们也能够通过 模拟实验的方式 来重现这一过程 说到模拟搭建筑 我们自然就想到了 儿时常玩的积木 为了更好地搭出美丽楼的积木模型 我们从各个角度绘制了美丽楼的草图 之后则借助了这些草图 以及对美丽楼内部的观察 做出了赤柱美丽楼的透视结构图 我们通过透视图和图书上的平面图 基本了解了美丽楼的大致结构 随后我们几经努力 终于搭出了美丽楼的积木模型 然后按照当时旧美丽楼拆分时的标记方式 给美块积木加上编号 再以美块积木为单位 把整个旧美丽楼拆分 最后将这些积木分类整理好保存起来 就像当年香港政府把它们封存在仓库一样 1900年 香港政府在决定重建赤柱时 想到了这个封存已久的古典建筑 1998年 美丽楼在赤柱获得了新生 于是我们现在就把这些石料拿出来 尝试重现美丽楼当年的风光 虽然有编号的帮助 但重建这事并不简单 经过几次反复 最终完成了美丽楼的重建 或许我们已经通过搭积木 充分了解到了美丽楼的差语拼 但它由军营到商业中心的巨大变化 同样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 近年来 由于市民文物保护意识的明显提高 文物保育也成为了香港市民炙手可热的话题 在80年代 很多香港的历史建筑都从经济角度来考虑 改变了用途 在保养历史建筑的同时 实现了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价值 现在定居在赤柱的美丽楼的内部结构与布局 有了重大改动 被改造成了一个商业建筑 它的前面三层改造成了服装店 后面三层是超市和两个充满欧洲古典气息的餐厅 美丽楼这个整体则作为一个赤柱的商业地标 以崭新的面貌处理在了这里 香港从一个小城市快速发展到今天的国际金融中心 加速发展和人口剧增导致土地供应紧张 以致不少富有历史价值和特色的建筑被相继拆除 例如中环旧邮政总局和尖沙嘴九龙铁路总站 这些历史建筑虽然保留在了人们的脑海中 却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中 而随着岁月的流逝 我们发觉了它们所稀有的独特含义 于是历史建筑的宝玉就出现在了耕金水泥之间 而美丽楼就是历史建筑宝玉中最具特色的一个 将古建筑拆封异地重建这种方式 对于古建筑的保留和现代建筑都有重要借鉴意义 香港的汇丰银行大厦就是带有这种全新意识的产物 它的整个设计的特色在于内部并无任何支撑结构 可以自由拆卸 希望这种别居一格的建筑和保育方式不断流传并发扬光大 让未来的人们看到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建筑辉煌 明镜需要掌描运历史建筑和保育方式不断流传地 然后不断流传地重建筑 都是这种死者建筑的 共鸣的集团 中国都改造的民族 养灰以上就是这样的神想 enfermed 生光